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说我们应该先把哪一个放在最前面 很多人就琢磨了 有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 就所有的善良品德里边 这个孝应该是第一位的 就说我们为人得孝敬自己的双亲 老百姓也说你对你爹妈都不好 你怎么可能对别人好呢 这个是一个道理的 但是什么样算的是孝 我们说传统话里的孝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不见得谁都明白 人家说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第一个孝顺孝顺 你先得顺嘛 父母说啥你听着 孝顺嘛以顺为主 那第二个孟子不说嘛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说你半天不结婚 结婚以后不要孩子 你家里头没后人了 你这对父母最大的不孝 那是不是刚才这两条就对呢 我跟大家说 这两条我们现代人的一些片面理解 都偏离了古人对孝道真正的理解 那么真正的孝道是什么呢 咱们就从这说起啊 咱说孝顺 说孝顺孝顺嘛 你不顺从父母 你怎么念孝呢 父母往东你往西 父母打工你骂鸡 这也不行 跟爹妈拧着来 这不能叫孝 这仅仅是表面很肤浅的 真正的孝 不是一定要顺从父母的 你看咱说孝是孝孟之道里边 首要坚持 咱们就从这里找正根 你看咱都知道这个 颜回 孟子 曾身 这是孝子清传 这个曾身呢 被称为宗圣 是孔夫子门下 比较讲孝道的一个 那么这个曾身呢 他是孝子的弟子 他爸爸也是孝子的弟子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历史人馆叫曾身寿炸 咱寿炸就挨打 被这棍子打 什么原因他挨打呢 爷俩在那产地 出地 可能这个曾身呢 眼神不好 或者一大爷 没把草出走了 反而把苗给产掉 爹 还要知道错了 他爸爸气的 因为这个中国农业社会 那个时候 你这种地是第一位的 我不给你点教训 你是记不住的 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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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 我看你 哎呦 这个曾身很孝顺 不跑 站那儿挺着 就这么硬挺着 挨打 说这干嘛 我没事告诉他爸爸 我这么挨你打 我心里没有怨气 爹你别惦记 咱要从这点来看 你说天底 还有比这更孝顺的吗 完全不考虑自个 就替自个爹的心思着想 结果这个事呢 很快传开了 所有人一听 都跳大拨歌 人家曾身真孝顺 你看他爸爸 照理说 一个苗被铲断了 哪至于你哥 忘了 剔头盖脸一通打 这也太过分了 但是人家曾身没说的 挨揍 挨打 所有人都夸曾身是孝顺 但是这个事 传来传去 传到孔夫子耳朵里去 你爹他是一时失去理智 如果你真的被他打死了 打残废了 你想想 这后半辈子 他的心里会好受吗 那他 不需要在孤独和悔恨的火坑里 苦苦煎熬吗 这是不对的 或者孔夫子说 从父之令 焉得为孝页 就你什么都听你爹的 听你妈的 不是真正的孝顺 有时候爹妈 限于他的品德 学识 眼界 见识 有可能什么事就判断错了 就让孩子干这干那 就是不对的 所以说孝顺孝顺 不是一味的顺从 他是应当顺从 定义顺从 违背伦理常规的时候 就不应该一味顺从父亲 所以这是我们说孝顺 孔夫子从孝道根上 他讲这个 再第二个 有人说孝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可不光是在现代人说 这是孟子说的 确实孟子离楼上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不是让人催的 说现在这孩子 父母说 一催孩子结婚 说你赶紧 我要抱孙子 我要抱外孙子 保准这句话 哎呀 你还说孝顺我呢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我到现在没抱孙子呢 很多爹妈来气 而且直接催生了 一个很严重社会现象 就经常是给子女相亲 要不你在别的城市 赶紧回来 相亲过年纪 不带女朋友回来 你就别进家门 我告诉你 要不结婚 就是你妈的世界末日 有个电视剧 宋丹丹 佟大为演的 叫什么 我的儿子是旗袍 那里头 就很典型的 有什么事 佟大为演的儿子 哎呀 我看球呢 正 谁的 你的 你怎么把证给领了 什么时候领的 亲生 哎呦 你怎么不乱 其实是跟着 单位人说 你冒充我未婚妻 回家糊弄我爹 忙去 那你跟你爸妈说 咱们俩结婚 他们就信了 信了 怎么就信了呢 还有一件事 我告诉你 不许生气 什么事 我用公司网站上 你的照片 和我的照片 披在一起 付了个假情侦 这你还看他干嘛 拿着 拿着吧 谢谢阿姨 改口费都收了 怎么还叫阿姨呀 妈 哎 过来呀 这是电视剧里 编的 真现实当中啊 那种就是 真是租个未婚妻 租个女朋友 经常被人给骗钱 常有的事 所以我们说这种孝顺 用这种方式 他并不恰当 有人说那不恰当人老夫子 都说了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那是一种错误理解 这个无后为大 不是没有后代 是最不孝顺的 说不孝的情况有三种 但是最严重的是没有后代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呢 孟子李楼上的原文 这写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顺不告而娶 未无后应 什么意思呢 咱们古代有姚顺 我们都说顺 娶了姚的两个女儿 俄黄女英 后来顺在湖南一带 视察工作的时候 死在那块儿的 俄黄女英很悲伤 两人就哭 哭的最后眼泪没了 哭的都是血 落到竹子上 竹子上斑斑点点 所以后代管 这个竹子叫香飞竹 很感人 说为什么叫顺不告而娶 为无后应 这里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无后是什么意思 是指没有尽到 作为后代的责任 这个后是指后代的责任 无后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说顺不告而娶 为无后应 这个顺呢 娶鹅黄女英的时候 由于他在外边呢 而且是姚呢 主动把自己俩女儿 嫁给他 他就没有通知 自己的父母去结婚了 这个在中国古代 是大不敬 咱们知道父母之命 没说直言 就你结婚这事 你没经父母 这可不对 其实这事 哥到现在都能说得通 你看你谈个女朋友 你没必要 我出个对象 我会跟爹妈说 可是你要结婚了 这可不是小事 这种事情 你要不告诉爹妈 那太不能拿爹妈当务事 所以顺不告而娶 为无后应 就顺没告了爹妈 就结婚了 这就其实就等于 没有尽到后代责任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它并不是那个意思 着急结婚 着急要孩子 不见得是件好事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该怎样孝敬您 我的双亲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九魂盆九 独家冠名播出 那么你刚才我们把这个呢 两个 一个孝顺 这个顺 一个无后为大 基本上给否计 那么说孝敬子说这个孝道 他到底指什么呢 孝道其实核心有两点 第一个是要善待父母和颜悦色 第二个是经常陪伴父母 就咱们说常回家看看 头一个呢 这在论语里边有作证 他对学生问孝敬子 说孝道哪一点最难做到 孝敬子说俩字色难 什么叫色难 就是始终和颜悦色的 侍奉父母是最难的 有人说这有什么难的 在父母面前露个笑脸 难吗 你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为啥呢 你看你当领导面前露笑脸 始终那容易做到 为啥他管着你 你怕他露笑脸陪人 父母是离我们最近的人 而且很多人 你记住经常跟这个 爹妈发脾气 尤其跟自个儿妈 哎 这个 哎呀 你吓我一跳又怎么了 早点睡都几点了 知道了知道 你这干嘛呢 哎我弄工作的事 快睡吧啊 好 宝贝 老妈太唠叨了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都是 这儿子 这跟妈的态度有时候不好 但还离不开妈 你往往这个 在家里你看再怎么说自己 妈呀你别唠叨了 你别管我了 但一有事 妈我衣服在哪的 妈我那鞋放哪了 妈我我记着我那钱 哥哪怎么看不见了 这都说跟自个儿妈说 唯一跟自个儿爹说的 爸我妈呢 你看还是问自个儿妈 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往往对身边最近的人 你很难始终和颜月色 父母是壮年 无所谓 他们也把控这局面 自己也有能力 无所谓 尤其要注意的是 父母已经是老年了 这个和颜月色太重要了 为啥重要了 这人到素素大 他不自信自卑 尤其跟子女在一块儿过 有的就是 自己能养活自个儿 还琢磨呢 是不是儿子嫌我了 儿媳妇嫌我了 姑爷看我不顺眼了 孙子孙子嫌我们太老 不喜欢我们了 而且老年人总想在儿女面前找存在感 你本来他给你带孩子 你回头说 哎呀爸 这你不来 我完了 我们两口日子没法过来 老头这是最高兴 你看看 你们离不开我吧 一旦要是这个老人 要靠着子女 比方说他养活不了这个 得子女养他 这个老人不自信 到这时候自卑 他心里就容易往多了想 所以孔夫子说 孝敬父母最难的是色男 就是和颜月色始终很难 咱们中国古代二十四校里头 有一校 叫彩衣玉亲 这个彩衣玉亲的主角叫老来子 七十多岁 他爹妈当然都活着 九十多了 老了 老朋友 一个个都走了 不少年轻小伙子 也比咱们先走了 哎 有干等紧 我看 也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爹娘身子虽然还硬朗 可心里越来越不快乐了 这可是会让两位老人家健康受影响的 不成 我得想个花 让爹娘快乐起来 这老来子 就这个孙叔叔为了让自己爹妈高兴 穿上七彩衣服 装小孩 半嫩 让爹妈高兴 一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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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这么大的一家的 一家的 一家的 哇 一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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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的孩子 老来子 他只有七十多岁了 还在这耍这耍那 一不六神 叭唧摔下去 腿脚也不好 怕爹妈心疼 假装小孩在地上打鼓 爹妈一看 哎呀 这还好玩 高兴 要我不哭 也行 只要爹娘 天天过得都很开心 孩子就可以不哭了 爹娘啊 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哪能不开心啊 是 小孩乖 爹娘 小孩还要买糖 所以这二四孝里头 你看好像 跟那什么王兵卧礼啊 什么国具买儿 跟那些二四孝故事比 好像这个最简单 不就是耍着火宝吗 他为什么能列到 二四孝其中去 这里头就有道理 你怎么在父母面前 和颜悦色 让父母觉得 你始终带给他的是温暖 你需要他们 他们的快乐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这是孝道的核心 大伙想一想 我说这一点 恐怕比我前面说的 你顺从父母啊 你给父母钱花啊 你给父母生个孙子之类 恐怕比这个都难做到 难的是坚持 因为老人 你天天和颜悦色 给他钱花对的好 有一天 你这脸色变了 老人马上就容易多想 怎么了 我是不是没用啊 是不是孩子变心了 啊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是第一个难做到的 第二个难做到的 就咱说常回家看看 这哥大伙都熟悉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 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 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 像爸爸谈的 这歌词当年平易进行 那么多歌也出远门 当然一下子有的话 就游必有方 你要是远游 你一定得有处理 这些事情的方法 比方说 把父母安顿好了 把父母接到家了 我带出去 有人照顾了 所以他说的就是 老年人有的时候 特别需要这种贴身的照 儿女不在身边时间长了 跟没有儿女差不多 你看这2011年有个微电影 叫什么让爱回家 那个电影看完 让人心很不好受 就是一个白领 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 三年没回家 给父母打电话 今天过年回去 哎呦 爹妈乐呢 到菜城买菜 逢着邻居亲戚朋友就说 我儿子回来了 今天过年又回来 得给儿子做点好吃的 所有都准备好 儿子打个电话 我不回来 喂李总 哎是是是 什么 现在回去 在街头领导的电话 回一家玩去 这个微电影结尾有句话 很让人心酸 就不要让父母的爱 变成永远的等待 咱们有很多朋友的事 平常想不起来 为啥呢 头一个工作太忙 事太多 你想我都给爹妈钱了 我这边是忙 竞争社会太急 没跟我看得起 还有的回一趟讲 那朋友同学亲戚 忙不过来了 在家自个人也贪玩 没多少时间 跟父母在一块 结果咱说点不好听的 爹妈有时候不等人的 满堂的儿孙留也留不住 一捧黄土 雨泪纷纷 爹娘二老不长存 真过世的很多人呢 后悔得要命 你说我怎么没趁 那时候多陪我爹妈一会儿呢 我怎么回家 就没跟我爹妈 多待一会儿呢 有很多人后悔 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阳而亲不待 到那个时候毁之万一 就说我们这个事 一定要把握住 要有这机会 多跟爹妈待一会儿 但是你想想 我说这个 始终和颜月色 经常回家看看 这些事 你看着是小事 但是和我前面说 那比难度一点不差 甚至比那几个都难做到 所以孝道之所以排到 百善第一位 是因为想真正的做到孝 是很难的 刚才我说这两点 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想想 你对自己的父母 做到这两点了吗 很不容易做到 现在常回家看看 都写进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我当时看这 我还觉得 我说这写进去 违法了 那爹妈还能告儿子吗 还真有 这几年出现好几令 父母把儿子告上法庭 六个孩子 一个也不回来看我来 你记住 老年人告孩子 一定是孩子伤透他心的 就是真是不拿爹妈当回事 所以我们说这个孝 它体现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不是说你给老人钱了 说给他买了大房子了 这就是孝 过去百善孝为先 下边还有话呢 百善孝为先 论心不论事 论事贫家无孝子 就这个孝首先是你心底发出来的 论心不论事 不是论你给爹妈做了啥事 你要真论事 贫家无孝子 穷人家 我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那你家就没孝子 那肯定不是那么事 百善孝为先 论心不论事 论事贫家无孝子 中国封建社会 强调了那么多年 这孝道 就是按照刚才我说这两条 作为基础的出发点 所以你看封建社会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尽孝 伦理道德 以孝为首 以这位处方 网上上了一篇文章 叫陈情表的那个李密 他在朝廷里头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朝廷要调他当官 他拒绝 网上上了一篇文章 叫陈情表 这个是后来和初始表 并列的名片 陈情表里说什么 他自个儿奶奶 我奶奶身体不行 我得照顾他 叫陈无祖母 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 无以终于年 陈无祖母 无以至今日 祖母无臣 无以终于年 母孙二人 庚相为命 是以区区不能废愿 就是我真不能到那边去当官去 我得把我奶奶伺候好了 这一个理由 皇上说可以了 过来 所以封建社会 伦理道德 以孝为首 以这位处方 汉代的时候 甚至选拔 干部有一个孝联 就看你这人孝顺不孝顺 品行好不好 后世举孝联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提拔道德模范 你这个读书人 可能科举你考不上 但是乡里传遍了 你这人孝顺 你就可以当官 这位举孝联 所以说我倒觉得 我们现代人 追求自己的事业 为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奉献 没有错 但是不能以这个理由 就忽略了对父母的孝道 你要想做一个 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们必须首先从尽销开始 曹操刘邦的不计前嫌 是品格还是智慧 一代道德模范 惩罚失败 他输在了哪 作为取胜法宝的度量 何时演变成了狠毒 一刻刻智力名言 被歪曲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历史规律 老梁故事会 无度无丈夫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 是由中国九国焚酒 独家冠军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